嗨大家!我是正在環遊世界的老K 不管喜不喜愛 先幫我按讚跟訂閱吧! 前一集帶大家體驗 從重慶到上海 崩潰坐了22個小時 1700公里玉皮火車 這集帶大家跨越千里來葉上海 但這確實中國情最後一集 究竟為何呢? 那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啦! 回尾五年下了兩身間 哇靠外帶電 中華人請問一下 你去吃泡麵啊? 兩杯差兩杯啊? 二二其他的嗎? 三杯 現在在系統化妞 怎麼吃要先咬一口 我們咬一口 這個超浪 哇 有用 這樣 好燙 上面真的很舒適 已經確定是同意了 吃了 看他吃就撈掉了 吃就撈掉了 烏 煮 冰糖 真的好吃 五年後再吃也是一樣好吃 但我是有點忘記當作多少錢 感覺有長一點點 但長不多 可以 來看一下順行雞排 程度10塊 是股台幣跟Double價格一樣的東西 山海真的貴 來吃吃看18塊 兩倍價格的雞排 有沒有兩倍的美味 陳出嘴 試試證明 嗯 陳出嘴比較好吃 因為半價而已 另外看一下可怕 超大羊肉串 這邊 一串30 之前有在 陳出是3串10塊 但這個應該有兩串的大小 所以他等於兩串30 一串10 陳出是一串3塊錢 五倍 上才貴 各位 我剛才進來看 全家零卡可樂 一罐5.5耶 我在陳出買 杯上面3塊5而已 他還發現是容量大小 這是大餅 沒有差很多 這邊3.8 所以還好 還行 差不多下去 GG 關燈了 我本來想 剛剛 前一秒還有亮燈的 關了 10點 GG 10點 關燈後的 上台夜景 嗯 重慶比較美 欸我看到一個很小的東西 船嘛 這船大家都看過嗎 有沒有看到那個人 霧雷斯戰術 狂 哇 好耶 竟然有賣車子 欸我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長姿勢了 請注意下下空隙 避免踏空 在體驗上海高物價之後呢 我就準備check-in入住啦 結果 結果 GRP 在體驗上海高物價之後呢 GRP 我們被拒絕入住 我們看下去 什麼意思我聽不懂 呃 就是說我們這個公安系統 入不了那個台灣 到那個澳門 以及國外的 身份信息 入不進去 但我在其他城市都可以 我都在央網上訂 呃 每個地方的派出所 要求不一樣 哦 是跟派出所有關 對跟派出所有關的 打比方說 嗯 這個街道可以派出所管 那個街道可以派出所管 過了一個街道以後 他跟派出所 允許你們管那個 其他地方的人過來住 就可以 你只要隔十米 只要歸他們去的 會有 會有 就算從隔壁條街 有可能不一樣規則 對對對 對對對 每個派出所的規定不一樣 那這樣按我的訂單怎麼 我要怎麼 取消嗎還是什麼 對 取消用這東西 沒辦法的 您搬入住 不然說每天派出所 過來查房的時候 看見你們有外國生命醫師 會罰我們錢的 會罰您錢的 哦 對 因為他 他有寫 只能讀取身份證的錢 只能讀取身份證 啊這個不算嗎 台湾這不是身份證 呃這個不是 大陸生命證 哦 對 好 呃那我現在該怎麼 台灣人可不可以住 可以住的話 就可以人家直接過去變好 所以這邊都是有規定的 對 附近三四家街兒 三四家就是登巴克站都允許 那邊還有七寶店它也不行 什麼不店 七寶店 那是什麼 哦七寶店也不行 是這個集團人家都不行 對對對 好 哦 每一間的不一樣 是每一家店不一樣 不是每一間 哦 是每一家店不一樣 對 但是還是有的台灣人可以住的 對 如果有顯示接到外賓 就是可以接到外賓 哦如果有顯示接到外賓 就是可以接到外賓 才可以 對對 比方去哪兒或者是協程 它是可以直接跟你講哪個 有外國人可以住 沒有 沒有我說一家一家看 下面規則才可以 它不會直接可以勾外賓 可以入住 哦好 好 哦好 謝謝謝謝 沒有這麼繁華的 啊 上海 因為現在靠近機場附近 此刻的我不知道是 做對還做錯決定 晚上十點多我想說 那就一樣搭巴士去下一個 Hustle好了 殊不知 惡夢又來了 我走到巴士站 看了站牌才發現 天哪怎麼跟高德上的時間點不一樣 然後 好像只剩最後一班巴士 oh no 沒有人 真的沒有人 11點 車也還沒來 我沒有網路 這邊連不到WiFi 所以呢 真是尷尬了 各位尷尬了 我想要騎腳踏車洗不了 想要坐經驗車做不了 因為這邊都沒有網路 呵呵呵呵呵呵 希望他們可以騎腳踏車 你看 等車的東間空檔 因為這個腳踏車要鎖住嘛 所以往後踩 可以邊運動 假裝騎飛輪 GO 喔 飛輪GO 這是什麼比悲慘跟悲慘的故事 我真的快瘋掉了 11點了 沒有人 然後去摸他有機車可以騎 蛤 真的等到車子來了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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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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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呀 等到了 呀 身高的小孩 應該沒 Rails錯 哦 記得中國兩件事不能做 上車 第一件不能沒有網路 第二件事 不能找 住宿的時候一定要看 有沒有外賓可以入住 這很重要 再一條 我们打的动物就是这个 你看中文是这个 你看看这里进去 这个是 sorry 现在在平台原品的上面申请 淋气太舒服后出入警告 接下来我在上海待了几天 觉得整个气场跟磁场 让我工作效率变非常差 从成都雨季到重庆 中间台风天火车停驶 一路22小时崩溃来到上海 晚上常常熬夜也睡不太好 感觉整个人生活出状况 于是决定连夜看机票 凌晨4点买完票 早上6点出发 逃离中国 那我们继续看 最后一天发生什么事 这个是什么酱 这是百香药 百香啊 海鲜酱 海鲜酱 哦 海鲜酱 是咸的 你是哪里的 是香港的啊 没有 我家亲自 这个 辣椒要办 要要要要要 台湾能在这能住多长时间 过来玩的 对啊 过来玩 是吧 好少人 是 几个 好少人 好少人 我超少人 好少人 來啦 去坐地鐵 再一次進地鐵阿波安檢園 城市都要上支付寶小城去找地鐵票 去機場前 先去買愛手禮 每個城市的地鐵值得真的蠻乾淨的 推薦一下包師傅糕點 上海一碼 小豬也想吃 第一個是山楂軟酥 這一個超好吃的 第米蛋黃酥是不是太好吃了 第米蛋黃酥 能額是雞肉絲小凡也是在會弄 然後又在崩潰 穴管 這個直接在後面 開放風暑 讓他 broad 半手禮 超推給菜 好多奢侈品牌喔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AF在中國 這邊有很多服飾品牌 前面還有蘋果店 現在氣溫37度 提等38度 前面這個建築教堂 感覺是一個蠻酷的建築物 目標在前方 就是再來買一次小養生煎 超好吃 現在要趕飛機會不會來不及呢 我最後一天在中國的影片 帶你們看一整天跟你們講 兩個最大原因 為什麼我要離開中國 Let's go 第一個呢最大原因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網路真的好慢 就我試了很多城市 真的 真的很慢 上傳一個影片 比我在其他地方 可能要多個三五倍的時間 這一點蠻困擾我的 第二點呢我覺得是人與人之間 很有距離感很壓抑 當然可能因為我最後一站是來到上海 那個壓抑感 從成都慢慢慢慢累積起來到巔峰 我覺得不行我要離開這個地方 就這兩點 對那也可能是我個人 就是可能做Hustle 做中間的人流 我覺得可能有關 但我也不敢百分之百確定 反正呢 期待我接下來 新的計畫跟旅程 必吃了這樣的蜜雪 五塊錢 咖啡正要點薩爾卡 必達珍啦 冰淇淋 十塊錢組合 15台幣就是香 大陸 有很多人 嚇死了 沒有人 過了 嚇死了 是 什麼原因 讓你早上訂門 一上 下午就睡覺了 爽啦,我要离开中国啦 那今天影片到这里 不知道你们相信磁场吗? 以前的我也不信 经过这一个半月的中国行 我是相信了 对来说在中国短暂旅行是可以的 但长期旅居我不太适合 你问我喜欢中国吗? 我喜欢美食、风景跟好的人 你问我不喜欢中国吗? 有些文化我的确真的不喜欢 但哪一个国家的文化 会百分之百适合一个人呢? 旅行的意义应该就是探索自己 寻找一个最适合你生活的地方 一辈子很长也很短 最后谢谢你们喜欢中国系列 下一集带大家飞往 堪称物价痛苦指数很高的 新加坡 这物价我能活下来吗? 我们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